我们都知道Flex里边的背景模糊是一个难题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决 其实有一个从根本上去解决背景模糊的方法 我们先不说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我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是我们用Flex模型生成的 大家注意这个不存在任何的背景模糊 是完全清楚的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很多人有很多方法 我们最早可能大家听过我讲Laura 就是Anti Blair 它是用来抗模糊的 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背景模糊的 虽然它在Laura的强度从0到0.5到1.0再到1.5的时候 背景模糊的确会得到一段改善 但是我们在真正生成图片的时候 往往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虽然背景有一些抗模糊的效果 但是第一个对原图的伤害比较大 图片会有一点的变化 另外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背景模糊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到底怎么去完全的消除背景模糊 下边我们就从头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工作流 下边我们来生成一个底图 这个是一个Flex的标准工作流 我直接加采氧器 宽度高度我们分别是1280x720 下面我加一些Laura来保证人物的一致性 和它人物面部的一个效果 首先是小红树的Laura 分重我给到0.8 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个我们自己的Laura 全重我给到0.5 下面我们来加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同样我是用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的 那我是森林当中的美丽女孩 优雅和仙气飘飘是关键词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粘过来 下边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生成的餐水 25个采样 这个我用DS 然后用Beta 下面我们来执行这个工作流 现在我们就拿到了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大家注意背景是模糊的 那为了待会防止重复采样呢 那我现在呢把它fix的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进行别的操作的时候 这就不会重复采样了 大家注意啊这个图片呢非常的漂亮啊 包括整个的人物和感觉都是不错的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背景模糊 那这个到底怎么去处理掉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啊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些噪点 然后再一次进行采样 这是生成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面部的话呢 可能不太好看是吧 那我们给它稍微修一下啊 这样我们先把它存一下 这个呢我还是叫Render Image 这样我还是把它的脸呢给自动切出来啊 这我同样给到3 我习惯给到3啊 然后呢我们给它预览一下 这脸呢就已经有了 下面呢我把这个东西给它放大 我虽然是1.0的放大 但是这个大小呢它其实会到 应该是到1024吧 来看一下啊1024 完了之后呢我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脸的修复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还是用DJ Detailer 有人说我这个用不了啊 用不了你可以用Face Detailer都可以啊 你不一定用它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应的接电给它连一下 下边就有个Latenate Image啊 这个呢我们需要将它进行VA Incode 参数呢我们稍微调一下啊 同样是25不采样 然后我们让它Face掉 这个呢跟原来采样保持一致 这改成1.0 重点还是这啊 就是它是扩张还是缩小 就是你这个Blair到底是怎么去处理啊 这个我们还是扩张 扩张不用太大啊 我觉得Blair给到10 我们先看一下最终效果 呃大家注意一下降噪的系数不要给到 不要给到1啊 这由于我们是个修复嘛 所以说这给到0.5或者0.55 这个V1是需要连上的 这样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修复啊 下边呢 我们把脸给它粘回去就可以啊 粘回去的方式呢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ImagePostCraft 就是把我们裁剪出来的这个 再次给它粘回去 然后呢 第一个是我们粘会的目标图片 当然是我们的RenderImage 就是它 第二个就是你 裁剪出来的图片是哪个 就是这个 那这个节点的好处 就是它会将所有的彩剪的这个 这个彩数呢 应用到我们这个图片上 就是说放什么 你不用单独去做 它自己就会说放 然后 给它放回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输出的效果 放大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脸呢就被我们修复了 这个脸部细化这个东西 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啊 没有那么复杂 大家看一下几步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修复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把上下两个呢 可以稍微的编一下组 我就不起名字了 直接编个组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我这现在所有是fixed 所以说呢 它也不会重复采样 那下边呢 我们就拿到一张图片把它存起来 然后呢 我们给它增加噪点啊 大家注意我现在打开photo 然后把这张图片呢 给它 放进来 那你要想让背景变得清楚的话 最直接的速度就是它噪点不够嘛 你给它增加噪点啊 这个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滤镜里边的杂色 来增加一些杂色啊 这个数量值呢 你自己掌握就行 大家注意啊 这个它有两种啊 一种是平均分布的 一种是高斯分布的 那尽量的呢 还是选高斯分布的啊 然后这个强度值呢 你可以自己去调 我觉得40%左右 就可以啊 然后确定把它存储一下 那存储完之后呢 我们大概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啊 那下边呢 我把这个图片再次进行什么 进行采样 这个过程很简单啊 大家注意 咱们打开这个工作流 继续下一步的工作啊 这边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图片给它加载过来 就是它啊 下边呢 我们直接进行一个K-Sensor 各个参数呢 我们给它连上 大家注意 这个跟上面换脸这个流程很像啊 本身就是个重复采样的过程 大家注意 你这个参数尽量的和这儿保持一致啊 然后我们直接采用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你注意这儿这个降噪系统同样呢 我们给的大一点 比方我这给到0.55 大家先感觉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是0.55的效果啊 我可以再调大 比方我给到0.75 这个我还是用0 然后fix 来看一下我们生成的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的背景呢 是比较清楚的 有人说那你这个变化太大了啊 那变化大呢 当然有它的这个原因啊 我们不用去管它啊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图片 它现在是清楚的 那一致性不一样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呢 你注意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要求 人物是一样的 背景呢 并没有太大的要求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一样可以这样做 我们先把人物给它抠出来 因为抠出来 当然是把圆图的这个抠出来啊 所以说是RenderImage 我们先进行一个RenBJ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一张去背的图片 下面呢 我们将这个跟它进行一个 融合 把它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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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开始那有问题啊 这个Sauce Image是我们没有经过去背的这张啊 现在呢 我得到了这么一张 就是人物它其实是没有噪点的啊 那我把这个进行为Incode 所以说呢 我把它给它扔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样的话呢 我们保证这个人物呢 它基本上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啊 当然它这个衣服这呢 就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脸还是修早上去 最后再修吧 那我其实我这个流程可能 得换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流程给它往下挪一下 或者你知道它在最后就行了啊 那这样我们 这用原始的 Render Image 然后最终生成的这个我们可以叫 Dinoise MG 然后这儿我们进行换脸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Dinoise MG来做啊 我们先降噪 然后再换脸啊 就是我们先有这张图片 然后最后你再进行换脸的这个流程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还是 这个脸还是不清楚啊 不叫换脸 我一直在说换脸 其实是面部细化 对吧 那这样他就没有问题了啊 注意我先把它 给它禁掉啊 因为 回头我在这探 他老重复跑啊 就像我们看最后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我先把它 禁掉 我们先来看这儿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其实背景图片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啊 虽然变得很清楚 能看出来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你可以有些辅助手段 那基本流程就是这样 比如说那我这儿 可以适当的降低 比方说你把它降低的时候 当然这种抗模糊的效果呢 会降低一些 但是呢 对整个圆图的一致性的保持呢 也会更强一点 到底用多少 这个就得你自己试着来 那我习惯的是用0.75 虽然对背景变化比较大 但是由于人物呢 更多的一致性被保持下来 所以说我们会感觉整个图片呢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再看看这是55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抗模糊 可就没有刚才那么的好啊 你要注意啊 就是你降噪越少的话 那个噪点保留的越多 这个感觉上这个图片上就会有很多的杂色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呃 那么0.55和0.75 我觉得是两个比较不错的质 你可以去感觉一下 0.55的时候 会让人觉得这个图片有点什么呢 就有点哗 尤其是背景这儿 就是因为很多噪点停留在上面 你可能觉得很清楚 但是由于噪点的这种形态呢 让你觉得这个背景就不够不够绿 0.75呢 它更像一个用模型直接生成出来的一张图片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背景变化比较大啊 那边呢 我们再回到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我不可能用一个photo去做一个噪点图片 对吧 那或者说我不会photo 那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教大家来生成噪点图片的一些方法 当然不能说跟photo里边生成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是可以替代去用的 那么你注意啊 刚才我们生成这个噪点的时候呢 有一些基本的值 比方说我认为是一个高丝分布的一个噪点啊 在config外里边当然有类似的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只要你搜这个高丝啊 就高森 还有一个叫image noise 高森 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生成一个高丝的噪点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行不行 我们将生成的这张图片呢给它拿过来 然后它生成的噪点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 来注意 这就是它的这个噪点 这个噪点明显强度是不够的啊 就是让我们把它变清楚 这个你可以调大啊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高丝噪点增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亮度明显的会往上提 那这个噪点到这呢 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啊 或者我们再调大 啊这样 可能觉得亮就够了 不可能完全复现跟这一样啊 那么下面有一些调整的参数 尤其这个invert你要注意啊 你要不想让它变亮而变暗的话呢 可以把它变成tru 但你变成tru的话呢 那就看你是需要哪种类型这个噪点啊 如果你需要一种相对明亮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那你要相对一种清冷感觉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都行啊 但是不管怎么讲啊 不管你有哪一个 下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颜色的校正啊 就是color adjust或者叫color correct 类似于这么一个节点啊 color correct color match也行 那么颜色校正颜色匹配 都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reference是参考图像 我们参考谁来校正谁啊 我们参考原图来校正这个图 别的参数默认就可以啊 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 那如果我这变成false 那它就是 这个啊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校正完之后 好像这个图片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不管你这用什么 但是我们真正的校正完之后 它是差不多的 然后你可以调这个强度 你调的越小啊 那比方我们给到0.5 那可能它就更接近于它原图啊 校正的就没有那么多 它可能就更亮一点 嗯 还是啊就是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其实一度呢 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老想跟它做成一样的 其实没必要啊 你只要这个感觉出来就可以 所以这是0.9呢 这个随便啊 你要1.0也没问题啊 0.5也没问题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叫什么亮度的一个调整啊 那我觉得0.5呢是可以的 尤其是这2.0的时候 如果你给的再多 这个颜色可能就也就偏亮了啊 你可以把这个调的再大一点 调到0.75 或者干脆你就用1也没有问题啊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流啊 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只是换一张图片 我们只是让这个工作流更加的完整 对吧 那就把它换掉啊 这个你可以set一下 当然呢也可以直接连过来啊 找我还是set一下吧 这个叫做DenoiseMg1 然后这用get 把这个Denoise给它拿过来就行 它只用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效果 现在0.75 看一下 这个一致性的保持呢可能就更好啊 大家看一下和圆图 和这个图 就是比我们说的这个 那可能就要好很多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这个造点的生成 就是用这个图片来生成的 而你在photo里边这种生成 其实你是随机生成的啊 所以说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我们说了 当你这不是1的时候 那这个true和false就起作用了 比方说我们这用true的话 那现在这个就偏暗啊 那它生成的这个图片 整个的色调可能也偏 如果你喜欢那种清冷感觉的图片的话呢 这种方式呢也就变得更加的有效 那如果你是1的话 那是true和false 其实最终呢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图片呢就偏冷一点 那你喜欢哪个 其实可以通过这去调 那你会发现这个可玩的地方就挺多的了啊 甚至这个明亮程度呢你也可以去调 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处理图片的方式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键还是你看这个背景啊 已经非常好的被我们给处理掉了 有人说别较真啊 有人说我放大放大 你发现你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你注意这是像素点的问题啊 就像你拍照一样 你即便不用这个所谓的什么锁定主体 或者是背景模糊这个 他拍出来远处的 他也不是说跟高清图片似的 对吧 但是比你最早生成的这张已经好太多了啊 你最早生成的这张图片 其实你会发现你最早生成的这张图片 背景是完全虚化的对吧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 从根本上消除背景模糊的一个方法啊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聊到这儿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